大家好,歡迎來到炭燃韭菜 本頻道是透過趨勢線型態支撐及壓力的方式來分析個股 100元會員是純粹贊助本頻道 300元會員會在星期三和星期日發布會員影片 會員影片的內容是支撐及壓力個股的分析 大家好,歡迎來到炭燃韭菜,炭燃韭菜我是Norad 那現在時間是早上的10點05分 在昨天呢,說在這個區域嘛,在前一天的時候有下一筆單 主要是下這一根的插針 那一樣就啪,被打掉了 剛好順著這個納子暴跌,他就把我的這個多彈給打掉了 所以這筆單是虧損 再來呢,在昨天晚上這一根重新站上去的這一根 大致上是在昨天晚上12點 昨天晚上12點重新站上去之後呢 我就重新做進場 我就等到這個12點然後重新做進場 目前均價大致上是在這個26、620左右 就是這邊借兩筆單啦 然後盡量把成本給攤下來 然後抓這根低點 這個地方當停水 那現在目前看起來有點 走一個比較 頹勢的感覺啦 走一個比較頹勢的感覺 或者是說 他有點想要做這個 一個比較小型的三角狩獵 那就沒辦法 因為如果說在這個支撐線上面做 這個形態呢 有時候確實會這樣發生 那我自己本身是很討厭啦 我自己本身是很討厭 所以說 這個單呢 大家看自己 因為有可能你在看到這部影片的時候 搞不好 這一根就還是沒有辦法收上去 那假設你要 你也想跟我開一模一樣的單 或許你成本就比較低 但是要 這一根低一點就還是要守 挺順 但是 現在的結構上來看 我覺得整體上是比較 稍微比較疲弱一點啦 就是 你這邊做進場的勝率可能就不會那麼高 就當時候我看到這一根的時候 我覺得勝率應該蠻高 回測到這個位置然後反彈的機會很大 對那目前看起來是 可能勝率就不會那麼高 所以我個人會比較建議說 如果說現在手上沒有單的人呢 還是等待這個位置 感覺上比較好啦 如果說現在手上沒有單 我也不會在這個地方 就去做進場 對我覺得 我就放過他了 如果說昨天晚上 我沒有去觀察到這一根的話 我覺得說 那就算了 對 所以說現在呢 這點上的結構 還是 還蠻頹勢的啦 但是 你要想就是有時候 多單確實 應該說有時候確實 真的不知道什麼時候會拉 什麼時候會跌 這個很難講 那整體確實是比較偏空一點 所以要做這一筆單的話 自己就 小心謹慎吧 因為我自己 觀察 加密貨幣市場 感覺上 就做多單比較困難 應該說可以啦 只是說可能要 我之後再改一下策略好了 可能會去 譬如像我台股 我自己抓 我自己抓軍會員個股的個股 基本上都是從強勢股排行榜 然後去挑出來 然後壞的話 代表我資金在裡面炒作嘛 所以說 目前比特幣就是沒有資金在炒作 那反而是一些小幣 一些山賴幣 因為他的幣其實也很多 那 你沒辦法說像 台股這樣有一排這樣子可以去看 但 用這個網頁沒有辦法 用這個網頁要看台股沒辦法 看美股也沒辦法 所以說基本上只能切他的那個交易所去看 所以之後呢 看看吧 假日如果說有時間的話 或許會再重新研究一番 可能就是 一樣用4個小時 去觀察看看 這個一些山賴幣的一些走勢 那如果說就是每天都挑一些就是 比較有機會的個股去做 一些幣去做的話或許會不會比較成功一點 之後再 一起觀察下去吧 OK那我們就看 以太幣 那以太幣呢昨天在這一根我就做進場了 在下午4點的時候 他重新站上去這條線呢 我就做進場 那這條線主要也是從這邊拉過來的平台 那當然 這地方到底準不準確這件事情 其實我也是打一個問號 因為 我認為加密貨幣他的這個支撐壓力的結構呢 並不會像台股一樣那麼的 只是那麼的久啦 就是說同一條線呢 他可以維持的那個時間呢 也不會到那麼久 對所以說我自己個人是進場在 1838 1838左右 因為這根 掉下來的時候 大概上次昨天 下午錄影片 然後錄製完畢 應該是5點 整的時候附近做進場 1838的位置 那我個人拉到這邊也沒有去做出場 然後 我會比較偏向於說拉到這邊 然後再去做賣出 這邊或是這邊再去做賣出 那現在可能又有一些 往下跌的這個力道 所以有可能這筆單 一樣喔 我是設在這個 這個呢 也有可能呢 打停損 對有可能 好再來看最後一個東西 這是EOSB 那基本上 之前在這邊勇敢做進場 好像是個不錯的選擇 然後 在前一天也說嘛 這個支撐這個線呢 這邊有一個支撐 疊下來反抽變壓力下來 突破之後是支撐 那基本上我們都沒有做到這邊這一筆單啦 不然你看這筆單多漂亮 對不對 那這筆單 買進也是能夠賺錢 那這筆單沒有做到 那所以說 這邊的結構已經亂掉了 那亂掉之後變成說他是 就是在這條線跟這條線之間做一個震盪 對那目前是維持在這個空間 我不知道他怎麼做 對所以 我覺得就持續做觀察 那目前就有觀察 就是這三個幣 其實還有其他的啊 不過 我就 不拿出來講 因為其實就是 我覺得整體上 以太幣跟比特幣是 比較好 應該說比較有量 不會發生一些 比較差針 比較浮誇的 不過目前這個 比特幣確實是 還是蠻弱勢的 感覺上 我覺得做空好像比較 有利 不過我就是 覺得說 我就是不想要做空 其實好像做空真的比較有利 因為當時我其實看到這根的時候 有一點點響 有那麼一點點響 那後來是沒有去做 OK 那今天影片 差不多到這裡了 就是說這個EOS啊 我會等待他 更加明確一點 譬如說他 有在調調調調整到下面 把這個一根給打穿 然後 又收回來的話 我應該會考慮在這裡去做蛋 那不然的話就突破這個大威脅 這個小的我就不做了 小的這個支撐這個壓力我就不做了 那今天就簡短去講 我們最後就來看一下我這個 比特幣以太幣這個多單的 會不會在 假日被打掉 還是說真的來個大 大牛市 也不是大牛市 就是來個大突破啦 目前 不曉得 因為 還是有講有可能他真的會 跌到2萬5嘛 那時候又要等2萬5 那跌破2萬5 有可能呢就是 又抽抽抽抽下來 然後又來個反彈 然後又抽抽抽下來 跌破又拉回 之後 下來 跌到某一個 他覺得他比較開心的支撐 這也是有可能 這也是有可能 所以這個真的很難講 這真的很難講 會不會那就這樣吧 謝謝大家 掰掰 今天的影片就先到這裡 接下來會不定期更新 喜歡這部影片的內容 請訂閱及分享 再次感謝大家 那我們下個影片再見 我們下個影片